我们这一节是讨论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联系应该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关联 因为现在可以想象 如果没有数字技术的支撑 很多绿色项目是没法开展的 数字技术的发展 确实就是绿色的发展 对数字技术 整个特别数字经济的发展 应该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本来主持人让我谈一下 关于中国绿色发展的一些大的情况 我想今天就谈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其实我认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双碳进程中的边际变革 那么中国呢 在这个转型的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啊 其实一个最大的矛盾呢 就是减碳和增长的矛盾 中国的人均收入呢 刚过一万美元 我们也确定了一个目标 是到2035年呢 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一个水平 也就是三到四万美元的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每年呢 实际增长速度 大概也得保持个百分之四到五 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正向大家知道的 中国现在也是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过去我们还有所安慰的说 它不太高 现在呢 已经超过欧盟了 另外 按照双碳目标的要求啊 就在我们在碳达峰以前 可排的空间实际上非常有限 所以呢 就是如何在 一方面呢 就是还要保持 百分之四到五的增长速度 另外一方面呢 就真正能够排的 可排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怎能够保持比较高的增速 同时稳住降低 以至降低这个 以至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应该说呢 是一个 这么大的国家 前所未有的一个挑战 而且这种挑战呢 在现实经济中 这个经常呢 以直观而尖锐的方式呢 会表现出来 那么我想说大一点呢 其实应对气候变化 从根本上来讲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呢 人类社会通过创新 打破新的发展越数条件的 这么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经济发展呢 实际上是要不停地打破 这个越数条件 过去的越数条件呢 往往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说土地资本 劳动力短缺等等 但是气候变化 对发展的不利影响 其实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是通过科学发现 知道了这件事情 通过社会传播 公众讨论 最后形成了社会共识 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后呢 才形成了一种经济的约束 那么要打破这个约束呢 实际上我们需要 和刺激一个新的重大的创新 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呢 就是已有的化石能源 排碳的 它已经要逐步要枯竭了 不能用了 你必须要找到 可以替代的新的清洁能源 所以这个 它实际上是个创新的过程 当然不会一帆风顺 初期也会面临 这个成本过高的压力 这个像比尔盖茨 曾经讲过的 这个绿色浴架的问题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创新能力 一旦形成 将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带来上超过预期的 一种增长的动能 这个 我就不展开说了 那么从中国来讲的话 这个能源和经济的 力射转型呢 应该走一条什么路 我是想从中国这个 改革开放以来的 历史经验中间的 有所借鉴 就是处理好 这个增量和存量的关系 因为这个增量部分呢 开始的时候呢 它往往个头比较小 影响比较弱 但是它活力强 成长空前大 它逐步的就会由配角 转化为主角 比如中国的民营经济 开始的时候是十一捕缺 现在呢 中国有个说法是 五六七八九 已经发挥了一个 举足轻重的 胜利军 甚至主力军的作用 对外开放也是如此 开始的时候呢 是再来一步 现在中国呢 已经成为全球性的 贸易和投资大国 所以中国的能源和经济啊 这个绿色转型呢 我认为也要走一条 增量优先 以新代旧 极力创新 市场驱动的 这样一个转型之路 因为这个增量 刚开始的时候 它很小 但是每年都在累积 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它就会大于这个存量 最后的话 它会成为主体的部分 其实到2035年呢 中国的人均收入 是要达到 三到四万美元 其实我们现在呢 刚好一万美元刚过 其实就是到2035年 经济总量 大概约三分之二 实际上是由增量部分 来形成的 那实际上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呢 大概也是如此 那么根据有关方法 的研究啊 就到2060年 也就是探注和目标 实现的时候 中国的非化石能源 不是讲 这个清洁能源呢 目前是占比不到 百分之二十 到那个时候 将会增长到百分之八十 有百分之 不到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八十 就是由逐步的增量的累积 最后成为 取代现有的这个存量 成为一个主体部分 实现这样一个 能源的一个转型 我先讲讲 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框架 那么现在回到现实 我们看看 中国现在这个减碳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想就是 对中国现在减碳状况 的一个描述 我认为呢 存在着三种 不同类型的减碳 一种呢 我称之为叫做 衰退型的减碳 就是通过少生产 甚至不生产 这样的话 碳排放呢 就会下降 甚至呢 也就会停止了 一般情况下呢 这种状况是不会出现的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它也会出现 其实我想咱们 在座的这个浙江省啊 大家对这件事情 并不陌生 大概在两年前的 就是 我记得就是七月份左右 曾经出现过 拉闸限电 为什么 一个原因呢 就是要完成 能耗双控目标 间接的是要 完成这个碳排放 这个降低的目标 很简单 我就 不生产了 停产了 第二种呢 是叫做增效性减碳 也就是通过 提高碳的生产率 用同样多的碳排放 实现更多的产数 简单的说呢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过去过去经济学 这个概念 就是节能减排 我尽可能的减少 对现有的能源的 这样一个使用 这样的话 达到一个减碳的目标 第三种呢 我称之为叫 创新性减碳 也就是指 通过创新 形成新的技术 工艺方法等 在达到相同产出的情况下 实现低碳零碳 甚至负碳的排放 比如风光水 生物质等 核再生能源的发电 那么如果用这一类的技术 去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 就可以在实现 相同产出的前提下 减少碳排放 我特别强调相同产出 生产一定要有 但是我的碳 可以降下来 这就是我讲的 创新型的减碳 所以这个创新型减碳呢 我觉得和前两种减碳 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 我做了一个区分 我认为 前两种类型的减碳 比如说衰退型减碳 和增效型的减碳 它其实是一种防御性的战略 就是这个潮流来了 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被动的防御 而创新型减碳呢 则是一种进取型的战略 我认为啊 我们能不能有这么一个划分 过去很长时间呢 尽管我们也认为 这种进取型的战略 是必须的 但是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基本上还停留在防御性战略上 所以现在需要一个转变 就是由防御性的 转向一个进取型的战略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我是想提出一个概念 我称之为 创新型碳替解 这个词呢 编出来的 不一定准确 但是意思呢 也比较好理解 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依托绿色技术替代 而相对减少的碳排放 也可以称其为呢 叫替代性减碳 也就是运用低碳 零碳和负碳技术 在获取相同产出的情况下 与原有的高碳 基准生产方式相比 所减少或者抵消的碳排放量 这样一说呢 大家可能还不太好理解 举个例子 比如说每千瓦 时的发电 其实就发电一度 现在一般统计呢 是碳 如果这个碳的排放量呢 如果是用燃煤发电的话 大概是一千克 如果以光辅的话 是三十克左右 风能的话 大概是十克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有 我们的燃煤发电 改为光辅或者风能发电 我把燃煤发电呢 称之为传统的 基准的这样一个技术 那么这个碳的排放呢 实际上 我用过去相当于 百分之三 甚至百分之一的碳排放 发了一度电 同样多的电 我发出来了 但是我的碳排放量呢 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 甚至百分之九十九 具体来讲的话 就是九百七十克和九百九十克 这个呢 我称之为 叫做碳替减 那么这个碳替减 有什么优势呢 为什么要提出这概念呢 我想至少有三点 第一点 它是采用了新技术 我认为呢 这个我们绿色转型 从根本上来讲 是要用新的技术 替代原用的技术 它本身是一种新的技术 第二呢 就是减碳本身呢 能够成为重要的 新增长功能 听我来讲这个事情 就是过去我们减碳和增长 是矛盾的 现在这两个东西 它是统一的 减碳本身就是用的 新的技术 就需要投资 它就成为一种 新的增长功能 当然最重要的 从它技术特性上来讲 它能够大幅降低 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 同时降低 减碳的成本 这一点非常关键 我不仅是这种技术呢 碳减下来了 关键减碳的成本 也下来了 我这里有个公式 今天这个场合 我觉得不适合 讲这个公式 大概的意思呢 很清楚 就是在上面的公式中间呢 其实我一个就是 改进后的 原有基准技术的 碳排放的强度 与新技术的碳排放强度 只要有一个差额 我们就能够实现碳体检 同时呢 可以降低 全社会的碳排放的强度 由于新技术的单位碳排放成本比较低 所以可以相应降低 全社会碳排放的成本 进一步的 如果存量中引入新技术所产生的碳体检总量 大于增量使用新技术碳排放量 则全社会的碳排放总量将会下降 很咬嘴啊 我念着也感到不舒服 大概意思大家能够听清楚 就是说 它有个碳体检能降低成本 如果不仅是增量部分 存量部分 你也用新技术来替代的话 不仅是碳排放强度往下走 碳排放的总量也会往下走 就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我是强调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是 其实以前我们对新技术 能够减少碳排放这件事情 大家其实都知道 但是没有一个概念 更重要的话 没有核算 不算账 对吧 那么多光辅 风能发了电 它也知道是减碳了 减了多少 没人算这个账 所以我认为呢 不利于客观评价 创新对减碳的贡献 更重要的话 对这个减碳 就是这种新技术减碳呢 缺少一种激励机制 所以呢 我是建议啊 把这个碳替减这个概念呢 引入碳核算体系 这个实际上 我认为是双碳进程中的 一场边际革命 在边际上 就是增量上 新技术上 我们强调这一块 就是由创新带动的 快速减碳和低成本 来加快能源和经济的转型 所以我们强调呢 这里边我想三点 第一点呢 就是忠实碳替减的意义 和价值进行 计量核算 挪入碳核算体系 形成包括产出增量与存量 碳替减于传统 减碳在内的核算体系 这样的话 可以客观 可以客观的评估 创新带动的碳替减 在绿色转型中的价值 第二点呢 就是可以打开 碳替减与传统 碳减排之间的通道 就是增量中间 用新技术产生的碳替减 和存量中间 用传统的基准技术 基础上进行的碳减排 把这两个通道呢 给它打开 就是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碳减排 强度或者总量的这样一个目标 在这个目标的约束之下呢 是允许鼓励 这两者之间呢 开始开展交易 这个交易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对这个 增量中间的新技术的使用 它实际上是会定价的 定价以后的话 就会给它一个奖励 你卖了它就可以获取收入 再一个呢 对传统的部分呢 实际上增加它调整的弹性 你如果 我听过来讲 就是说是 你如果说你这个传统的高碳的产业 你还能赚钱 日子过得不错 你不一定非要你来减碳 你还可以继续搞你的产业 你赚了钱以后 拿出你收入一个部分 去买那个碳体检 这样的话就是 从全社会来讲 总的来讲 碳的排放量 碳排放强度是在下降的 甚至碳排放总量是在下降的 但是呢 就是每个企业 每个行业呢 发挥自己的优势 减碳实际上变成一个 非常专业化的事情 第三点呢 就是在增量使用新技术的基础之上 扩大存量中 引入新技术的比重 将在近期加快碳达峰 中长期加快 碳中和的这样一个进度 这是我讲的一个基本概念 所以呢 我认为啊 就是下一步呢 应该 逐步呢 就是转向啊 就是把这个碳体检呢 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牛逼子和主战场 这中国式的提法啊 国外的朋友 大概也知道这个意思 抓住它 把其他也可以带动 那么我提了几个具体的这个 这个要做的事情啊 当然这是中国这样一个背景啊 应用场景 第一呢 我认为各级政府应该制定 碳排放双控为目标 简碳与增长双云的 五年规划和远景规划 关键是把这个碳体检的这个 这个指标也定出来 这个把这个东西放到你的规划里边去 做一个新的核算体系 另外呢 每个地方啊 形成自己的这个自主减排的责任体系 一个地方的区域和企业完成减排任务 一个是可以自己直接减排 就过去我们 就实践相当于这种增效型减碳 自己直接减排 第二呢 你可以生产创新型碳体检产品 第三呢 你可以如果两条是以上两条都做不到的话 第三条你通过市场交易 购买创新型碳体检产品 都能达到目标 它选项很多 第二呢 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碳体检的市场 这也是我想讲的一个核心的观念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碳排放权市场啊 欧洲搞得很早 中国呢也搞起来 号称规模来讲世界第一的市场 但是我认为啊 距离预期目标呢很远 最大的问题 像中国 它是免费在这地方进入市场的 所以这种市场是不可能来对碳价格呢 正确的定价 我认为这个呢 现在我们现在可能是 大家可能都是比较失望 所以我们下一步呢 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边际市场 也就是说呢 我刚才讲的 在增量和存量之间 在碳体检与传统的碳减排之间 建立一个市场 把这个市场建立起来以后呢 就可以发挥一个非常有效的发挥作用 那么这个市场呢 我知道建立起来很困难 先开始可以搞一个碳资产池 或者氯碳银行 就是一个地方呢 自己内部地方粮票 自己认可就行了 这样的话 区域和企业呢 可以从各自实际出发 不搞一刀切的减碳指标 另外有很多地方 也在搞低碳圆区 这个也不吃亏 高碳有市场高受益的企业呢 自己也可以生产 然后再去买指标 最后再税收啊 金融啊 国际合作这些领域呢 我认为都可以引入这个碳体检的概念 再剩30秒了啊 最后我觉得回到我们这个论坛的一个主题呢 我觉得数字计时可以全面的支撑碳核酸体系 包括这个绿色技术本身就和这个绿色 数字技术解密相关的 特别碳核酸 碳账户 这种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现在高度的依赖这个数字技术 我像区块链 人工智能案等等 这些技术都可以用 所以数字化和绿色化 转型 协同推进 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时期增长的重要的功能 时间刚好到 谢谢各位 我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